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出访沙尔蒂阿拉伯 这是习近平的睽違将近六年再度访沙 12月8号习近平跟沙尔蒂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会面 那么沙尔蒂阿拉伯这次是以2017年 接待当时美国总统的前总统川普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规格 隆重的来接待这次到访的习近平 那么跟7月份还记得吗 美国总统拜登也去了沙特 也就是沙尔蒂阿拉伯跟沙尔曼会了面 不过两次对照起来的话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我请教介大使的是 美中访问沙尔蒂阿拉伯在接待规格上面 这个鲜明对比所透露出来的政治讯息 您会怎么解读 简单讲的话就对沙尔蒂阿拉伯来讲的话 美国是过去是加一点点现在是 那中国对沙尔蒂阿拉伯来讲的话 就是现在进行式加未来式 所以我认为美沙没有前途 美中前途一片光明 那为什么呢 这跟我觉得跟沙尔蒂的政治结构马上要转变的问题 它要转变到新一代的领导人 也就是现在的王储沙尔蒂阿拉伯这一代的领导人 他们基本上都饱受西方教育 他很知道这个世界对世界情势非常清楚 他们也知道国家的传统跟国家的历史 跟国家的宗教 在对这个国家的重要 可是他也知道他们的国家必须要转变 那要怎么转变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必须要转变因素就是说 他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单一石油经济的国家 他也要把他的经济能够多元化 那么怎么运用现在的石油 他所谓的石油资产 那么来建构一个 没有不以石油为中心的沙国未来经济 我觉得是他们最大的挑战 那所以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 习近平跟沙尔蒂阿拉伯谈的很多都是 沙尔蒂阿拉伯未来这个国家怎么进一步发展 跟怎么样进一步建设 所以你才说是未来市 对那中国怎么帮他 所以一共签了34项合约 那这34项合约涵盖的面非常的广 那主要在能源技术上面 主要在航空技术上面 主要在很多这种基础建设方面 还有一些电动车 以及云端云端技术的运用 还有这种所谓的电子商务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的强项 所以刚刚讲到说 签署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之外 另外也签署了这个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一个协议 这协议的内容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包含了资讯运技术 遗传学采矿轻能制造等相关的领域 但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就是 沙尔曼跟华为签署的备忘录 那内容涉及到云端计算 还有在沙尔曼建设基建 就是高科技建筑群以及数据中心 当然这也是沙尔曼在2030愿景 它这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请教倩姐的是 这个2030的愿景计划 当然这个沙尔曼是希望能够摆脱 过度去依赖石油的经济体系 您怎么解读它这个2030的愿景计划 这个计划当然是因为全球 无论是在COP26跟COP27 都有非常明确的未来目标 所以所有的这些 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这些产油国 他们都知道它的未来 一定必须要去转型 那他们今天还有的 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以及巨大的经济实力 必须趁着这个市场跟经济实力 还在的时候 去转到了绿色永续发展 科技为核心 创新为核心的这种新的经济体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在他们来说 最没有风险的一个朋友 至少到目前为止 不是美国反而是中国大陆 所谓最没有风险是 美国最近所表现的 仪器可以翻脸这件事情 让他们感到风险了 无论是对于俄国 从Swift开始对它的翻脸 把它国际的资产去可以冻结 甚至要没收 或者是在前一段日子 阿拉伯他们讨论要用华为的时候 美国直接就拿F35 跟他们做威胁 所以还有说 那以后NASA你们也不要跟我合作了 所以你仔细去看 能够真正的提供 转型所需要的这些新的科技 新的计算方式 包括后来军事武器 这些全部呢 现在最完整的一个单一的 Single Source 其实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就是习近平先生他这次 在这个大会里面 跟海合会的国家大会里面 他讲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说 我们会持续 从海合会国家 持续大量进口原油 所以你现在的市场 没有问题 第三呢 加强油气的上游开发工程服务 处运跟链化合作 这个倒是中国大陆单单可以答应的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它所有的石油的 无论是现货或期货的交易中心里面 都含有了中国的四大公司 所以它这个四大公司里面 从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到中化 都是石油的上游的工程服务 一直到下游 另外呢 储运链化在去年 油的危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大家要交油没有地方存 所以油价会掉到负的 大家说我给你一桶油 怎么会是负的 是因为你没有地方存 我只好说拜托拜托 我贴钱给你 你帮我存去 那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储运 和链化能力就增加了 所以它这讲的也都是石的 这三年 再来呢 它开始真正出手的 是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在上海做的交易 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 因为过去在石油的部分 上海石油交易已经有现货 在上海石油交易所 有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 那期货本来就是人民币结算 然后同时它也开放了一个 像全世界可以开放的人民币的齐全 所以它慢慢一点一点的做的时候 这一点呢 是我觉得是精准 但是美国还不会太痛 因为它没有碰到 Crued Oil 没碰到原油 但是它的机制跟中间的关系 慢慢就会展开会铺展 然后最后两项呢 一个是开展航天员的选拔训练 好 那同时它立刻就说 欢迎海河国家的航天员 能够到空间站 就去进行天空实验 跟他们一起共飞 我不是答应你明天 我答应的是今天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 现在这些想要转型国家 它最需要的 讲到石油人民币这件事情 我记得委员之前在节目当中 我没有讨论过 就是比例的问题 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说呢 沙烏地阿拉伯呢考虑把部分石油呢 以人民币来计算 不过彭博也曾经引述过 这个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呢 沙烏地阿拉伯不太可能会推动相关的主义 这应该被视为是在向美国 所发出一个政治讯号啦 我现在看到习近平去访问 然后呢需要的这个经费也给了 300亿美元的这些协议 那但是石油跟人民币要如何连结 现在还缺什么 那或者是卡在什么因素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说 既然这是一个趋势 那么美国知道说 现在中国大陆跟沙烏地阿拉伯走得近了 我想问的是说 它会不会在后面有些动作 事实上中国跟伊朗 还有俄罗斯前原油采购协定 都是直接注明辟职 那个时候注明的是欧元 那因为伊朗跟俄罗斯都是跟美国对着干 它根本不在乎 可是沙特还是不一样 所以刚刚倩姐讲的那个比较曲折的道路 我觉得沙烏地阿拉伯就是要做一些 比较审慎的考虑 比如说原油采购协议 它就不会去注定住民币值了 因为这样太直接了 就稍微要做得有技巧一点 比如另外可是当然是会有多方会用到人民币 举个例子 比如说义乌 它已经跟阿拉伯 就是沙特阿拉伯 已经做了第一次人民币的跨境支付 那这个就意味着阿联酋那个杜拜龙城 这个超级的那个shopping mall的模式 一定会复制到沙特阿拉伯 那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批发商 这是批发商 那第二个比如说 刚刚倩姐有讲到啦 就是那个莫尔班 那个原油期货跟上海的对接啦 这个部分一定最后还是会用到人民币啦 可是莫尔班不是烧地阿拉伯 莫尔班是阿联酋 阿联酋对于美国的抗压力 我认为比萨特要大一点 因为它已经拒绝过那个F35了 那它也是照用华为啊 而且那个数位货币 就是要成立在阿联酋 所以我认为 因为那个是阿联酋 所以有关金融这一块 它可能会让它这个小地去弄啦 可是一定会连结回来到沙特阿拉伯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要大量跟 中国买很多东西嘛 那到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本币互换协议 我觉得到时候一定会签啦 可是就是不是针对原油的 因为原油这个项目太敏感 比较敏感对 可是基建你总要付款吧 那它就可以用本币互换协议的方式来付款 他也在顾虑美国如果一旦知道它要这么做的时候 美方的反制 我跟你讲 美国这个介大使刚刚已经讲了嘛 老灵魂跟幽灵一样在这里嘛 它最大的实力是什么 军情嘛 你去想一想啦 比如说实业派跟顺利派的斗争 那美国要在里面 弄情报要搞鬼是很容易的 那你沙特阿拉伯你有军情的能力吗 事实上我最近也有看这个中东有关那个 英文媒体有一些是亲美的 那他们对经济的部分都不好批评中国大陆 因为实在互捕性太高了 所以他们就直接从军事上说 我们跟中国这么好 中国也不会愿意负担军事协防的义务 这次习近平这个在沙奥地阿拉伯 跟这个王储沙尔曼会面之外 他也特别在利亚德呢 跟包括科威特 苏丹 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内的 阿拉伯领袖们举行了会谈 另外呢特别还跟波斯湾合作理事会来会谈 靳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铺牌 您推测北京在中东地区 未来布局的一个战略的规划 基本上来讲 这次有三波峰会 中沙 中阿跟中坡 就是波斯湾理事会 所以它是三个不同的对象 换言之也是说他不是只看到大哥 所有的小弟每一个人 就是说不要有大小眼 所以他这个布局呢 我想归纳有下列几项 这个巩固能源供应 开拓贸易市场 创造投资条件 这个提供科技资源 这个落实文化交流 营建正面形象 所以这里头之中有是各个多面的 诚如刚才这个委员所讲的 这个郑亮兄有特别点出一点 是因为今天你可以卖我油 之所以能够用人民币交易 是因为有很多 Made in China的东西 还有很多基建你可以用的 就是说大家是有来有往 否则那个不可能用人民币 变成这个交易的媒介 但是美国其实也没有坐以待币 你只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哈少吉那个案子 原来不是说有个民事求偿吗 对不对 美国现在政府已经介入了 压着那个法官说MBS 你绝对不能 主权豁免 主权豁免 所以这是他是筹码 美国运用司法 这个西方司法绝不独立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还与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 两岸之间的焦点来关注的是 今年6月台湾所生产的 石斑鱼 白带鱼 竹甲鱼 暂停出口到大陆之后 12月8号现在又增加了 五载鱼 秋刀鱼 还有鱿鱼这些水产品 造成了105家产品的 这个水产品的 没有办法输到中国大陆去 ECFA早收清单当中 鱼产品的品项呢 首度几乎全都被禁 农委会呢 现在推估呢 受到影响的产值 大约是60亿元 那么农委会的主委 陈吉仲表示说 这个事件呢 就是行政贸易障碍 他也不排除呢 会再向WTO来申诉 委员您看到这个让 我们讲到说ECFA 让这个ECFA具有浓厚 这个让利色彩 可是台湾现在说要告上 WTO怎么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WTO曾经为了台湾贸易成功 处理过什么样的争议吗 比如说有些农产品就 我们可以用专案进口 比如说蒜头 那个当然是经过WTO体制认可的 这件事情有点玄 玄妙之处在 因为中国大陆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 说他要采取一个新的注册 他要求要一起一起注册 那说避免地区或国家有一些状况 那到目前为止 日本政府 日本的农产品的量 是台湾的多少倍 结果日本的农产省 它介入福岛了4个月 你现在没有看到日本 有任何一个公司出现问题 本来是台湾 你有看到亚洲国家 有其他像我们这么惨烈的吗 那他本来是说 今年的1月要实施 那事实上他也不断地 给台湾一些缓冲期 那一直到佩洛西来台 他就做了第一次的公布 那次公布大概 波及的范围大概有64% 那这一波大概变成99%了 而且这一次除了水产品之外 这两天你看到今天最新的 就是再进什么呢 台湾啤酒 金门高粱 黑松维他路呢 现在都在等 也都准备要暂停进口 所以这个跟生鲜没有关系嘛 完全是一个注册程序的改变 那你要不要配合人家 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报导 他说他这个注册程序的改变 也有向WTO报告 所以事实上WTO也知道 所以这里就很诡异啦 就说吴秀梅 我们的食药署的署长 他也说去年他不断地在催促业者 看有什么问题要回报 请问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去问陈吉仲啊 你怎么会这么状况坏呢 还有经济部都不知道吗 我请教倩姐 因为倩姐是前金九的董事长 现在金九要被禁了 那当我们讲说去年 其实就已经有请你赶快地 按照程序赶快地去补完 该有的这些东西 怎么会拖到现在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还是政府有很多不允许 因为从包装上面的产地 到它登记的产地 它有很多在政治上面 敏感的地方 因为过去在两岸 比较和缓的时候 金九是被给予非常多特殊待遇的 譬如说他们很多的酒类 不可以用地名来注册 但是我们叫做金门高粮 它特许让我们可以用金门来注册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过去 在两岸比较和缓的时候 给予我们的特殊待遇 但是现在在两岸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它如果要求你 无论是你的原产地 你的包裁 你的包装上面 全部都要注明他们所需要的 据我今天听到 我不敢讲 是因为我不能确定 我没有听到政府官方的讲法 那据他们说是要 一定要注册为中国台湾 那如果是要用中国台湾 或是中国台湾省 或是什么样的这一类的 可能我认为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它就是一个政治 而不是一个经济或是个别企业 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那我进一步请教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可以向WTO去申诉 而且过去也曾经有例子 可是如果这一次像这个 WTO的专家在这里 WTO的专家来大使 我们如果向WTO申诉的话 有胜算 对 这个不管有没有胜算的话 WTO你如果进入到争端检决机制的话 大概三年 你这三年之间的话 你这个案子不会有进展 中国大使说打官式打完再说 所以这种诉讼不是一个豪杰 陈吉仲上次也开始说 我们要到达官去提告 结果后来他是在所谓的 食品卫生委员会 或者说防疫检疫委员会里面 他提出一个报告 由我们与会的代表 我表示抗议 那这一类的表示抗议的这种发言 在里面那时空见惯 这样有没有进入程序 这没有程序 这没有程序 这就是我在这个 我就在这个会里面 我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我的代表在里面表示 表示提出这个意见案 那人家想那你可以 那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因为事实上的话 WTO只有司法的部门 在决定你有没有遵守法令的 部门就是争端解决机制 那争端解决机制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打二审的话 你要上诉的话 对不对 你可以一审我就说 那大陆说我输了 我不上诉了 如果说我要上诉的话 那对不起 那个所谓的上诉审 现在被废了 法官不在 所以这个机制也被废一半 所以陈其仲我觉得他是骗台湾老百姓不太懂这件事 一下就把WTO提出来了 你去年四月中国大陆就公布的法令 对不对 中国大陆也依规定向WTO登记 这个叫好 这个叫什么 叫通报制 你任何的贸易相关这个法规你都要向WTO去通报 这个是作为WTO会员的基本义务 所以你这个经济部或者说农委会你任何的这个相关贸易的法规 你一定要交到WTO代表团就给他上上去通报 我刚听大使讲三年 我若是业者的话我就 偷昏了就没有 不过我跟你讲 业姐刚讲那个才严重 如果那个是真的话 那就等于是台湾所有的终端产品 就本来是Main in Taiwan的 那你要到大陆重新注册 都有类似改名称的问题 他现在只是说 现在只是针对食品 对不对 我们台湾出口到大陆的中单消费品 不是只有食品 这个品项很多 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它可能不必改名称 但是你的产地的那些住戟 包装包裁那些都会有影响 这个就是绝对的政治了 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且你不觉得timing很巧妙吗 这在农历年前 接下来因为预计 今天我看到报导还有讲说 下周可能还有 但不知道是什么品项 我觉得不是农历年前 也是在那个白皮书之后 二十大之后 二十大之后 是一个 这白皮书跟二十大之后 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局了 我继续请教庆哥 我们看到水产品被禁止输入的同一天 前行政院长刘兆玄 他在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引力见面 因为他这次是参加两岸企业家峰会 台方的代表 同场参与的还有国台办的主任刘洁一 在会后的新闻稿表示说 要成立专案小组 要推动两岸的电动车 还有自驾车这些车用电子的合作 希望能够达到互利双赢 可是我们刚才提到 禁止台湾的水产输出 但现在在电动车上面要推动合作 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台湾大陆的互动 从政治的角度思考 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佳因应方案 对不起 这个因马归因马 就是说很多事情 你又不希望这个政治去干扰经济 但是我明明都知道 这个就是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政经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你要转人家口袋中的银子 你就要遵守对方的规矩嘛 对不对 不要去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对方 然后觉得人家的规定都不合理 那奇怪了 那全世界其他国家都遵守 就只有你不遵守 我们今天做生意 必须要和气才能生财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这个我觉得是 无论如何这个事情是要发作出来 2020的选举到现在真正 就是说还有14个月到17个月 假如按就职是17个月 假如论投票很可能只有14个月 所以与其晚发不如 现在噼里巴拉全部发完了 刚刚突然想到一句话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很有关系 胡润世界500强的榜单 在9号公布 我们进去来看的是 在全球前500大非国有企业当中 苹果公司是以市值人民币 17兆元蝉联榜首 中国的科技巨头腾讯跟阿里巴巴 分别是从前10名跌到了 第26跟第28名 根据统计在这个榜单上面 35家中国大陆公司 遭遇从2020年度榜单 首次发布以来的最大跌幅 市值是下跌了52% 跌到2.36兆美元 请问倩姐 2022年这个大陆的公司的市值 刚看到接近腰斩 疫情恐怕是最大的原因吗 还包括是不是像 包括美中的竞争白热化 还有俄乌战争 还有哪些原因呢你觉得 当然疫情是我们看的 最明显的原因 它的面最广 它广泛的影响到民间消费 所以民间消费的面就特别广 但是它底下还有几个深层的原因 第一个是在同一个时间 大约同一个时间 房地产发生了问题 所以房地产跟银行的联动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窟窿 要怎么样去解决 怎么样能够保交房 让这个没有社会动荡 这些东西都需要资源的投入 第二呢 这个所谓的市值腰斩 主要就是在资本市场上面 上市的公司 他们的市值比较容易受到 这些大的影响 那大的影响有两个面 一个是美国的管制 大家都开始知道说 从威胁下市的清单 要经过它的审计规则 还有它的业务面受到大量的管制 出口的产品许可也紧缩 所以在美国的这些中概股 事实上他们的市值是掉很多的 另外呢就是中国政策的改变 譬如说教育的改变 就是2021年有7月开始有很多 教育体系的改变 蚂蚁金服 DD像这些东西呢 都对于全世界的资本市场 送出一些很大的讯息 使得他们相关的公司呢 联动上来说 市值也掉了很多 最明显呢大家看到的 当然就是阿里巴巴了 阿里巴巴是最明显的 它就是在美国也变 中国也变 这些地方联合起来的时候 产生的冲击 所以一个是整体的社会的消费 受到封城防疫的影响很大 第二个是说它的资源的配置 挪移以后 房地产跟银行中间 产生了一些风险 那所以那些本来很大失职的 那些房地产公司啦 金融公司 他们也受到了影响 再来就是在资本市场上面 上市的公司 受到美国跟中国两边的 政策的影响呢 而使得他们市值 受到巨大影响 那既然是政策 使得它的市值影响 政策改变的时候呢 也会让它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譬如说最近你看到 中国大陆开始准备开放的时候 香港的股市就大反弹 对 恒生一下就涨了 它将近三成 然后如果说 在美国跟中国中间 这些贸易的限制 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开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 中国大陆放宽它的管制 让它继续可以上市的话 它会再有一波的往上走 所以这一段就是 真的就是资本市场 是金融那个游戏中间的问题 而不是大家觉得说 这些公司 或者是中国的整体实力的问题 它其实是个金融的问题 这个市场很敏感 这个看到最近这个 风控微微的 这个稍微的缓和 但是也传出说 是跟郭董的一封信有关 怎么看这个事情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全世界 继续来看的是 华尔街日报 在8号引述了 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导 说这个鸿海郭台铭 就是创办人 在11月曾经致函 给北京高层表达 如果继续执行严格的 防疫清零政策 会威胁中国大陆 在全球供应链的枢纽地位 那希望呢 中央对富士康 郑州厂区的防疫限制措施 能够更加的透明 你看到这个原文 都是出自于这个华尔街日报 那特别讲 有这个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Chinese leaders 那特别不是 他是复述leaders 然后呢 他特别点名的Terry郭 但他就是郭台铭 不消息人士说呢 这个大陆的公共卫生官员呢 就跟政府顾问 就利用了这样的信呢 加强了政府必须要 加速放宽 严密封控的论点 那所以几个礼拜之后呢 又看到大陆各地出现 像白纸运动 然后清零政策的口径 开始改变 几个时间点 第一个看到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第二个 新闻在台湾的 九合一大选之后出现 那大家有会联想 就是说2024年 郭台铭会不会出来 参与这个大选 我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这个 您非常熟人政治的运作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太夸张了 因为反应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不可能只有富士康一家 像特斯拉也反应过 你忘了不然马斯克在干嘛 对不对 而且上海的外资那么多 在第二季封城的时候 就做过非常多的反应 还有香港 香港那时候在反应说 是不是可以跟大陆不一样的规范 所以类似的意见太多了啦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有华尔街日报 他在干嘛 对不对 像白子抗议 也只有看到美国跟BBC 争一大堆啊 事实上有那么严重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问他们的动机何在嘛 而且据我了解 大概在这个解封之前 大概一个多礼拜啦 事实上广州跟深圳地区就已经传开了 说即将解封啦 事实上有人在邀请嘛 说可不可以请嘉宾去上深圳卫视啊 那可是我认识的那位嘉宾他不方便去 你觉得这个跟大选有关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 他可能搞错是郑亮国不是Terry国 没有啦 郑亮兄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我跟你讲 美国人也不可能去设想郭台铭要参选总统 不可能 是对于这个消息 现在大陆方面跟鸿海 都已经是否认 就是郭台铭的办公室 那这个办公室呢 郭台铭办公室接受中央社的记者去询问说呢 有没有这个事情呢 那严正否认这个报道的内容 那也没有说这个 也表示说并没有像报道当中所说的 这种相关情势 不过呢 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早在2005年 国民党跟中共的联湖会 开启了政党接触以来 郭台铭那就参与了国共经贸交流 那么在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之前 郭台铭是可以直通到胡锦涛的 在进入这个习近平主政时期之后 那习近平呢也曾经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曾经的画面是他这个握着郭台铭的手说 直呼说我的老朋友 让外界印象深刻 所以大使我们现在看到像郭台铭的一些 他之前的一些资历 包括还有像是在威斯康星州 鸿海有投资 然后呢 让他一度也可以就是跟这个 美国前总统川普搭上线 两个人好像bodybody一样的感觉 但是就国际政治上来讲的话 您觉得刚提到了 委员是认为跟大选是无关的 不过看郭台铭自己的政治资本 觉得他未来出来选的这样的机会是有吗 有啊 现在很多人在传言 我想台北很多人传言 说有这个蓝营的重要人物 一直在传说 希望郭台铭出来了 那当然这是传言 这也没办法证实 我想郭台铭他是有一定的政经影响力的 在台湾 讲国际也一样 我刚看了这个 郭台铭的几家大厂 在中国大陆2020 你知道他外销的出口额度有多少 是看一下613亿美元 所以他是在中国大陆所有公司里面 这个出口金额最高的 那当时这个川普号召大家投资美国 他一开口就10亿美元 所以他就禁出白宫了 如好像走这个厨房一样方便 当然你有这样的财力跟你有时机的那种企业 当然你在国际上都是广受政治人物 现在还有这样的政治资本吗 我觉得还是有啊 郭台铭我想他想要跟哪一个地方的政治领袖直接联系的话 我想他的管道都很存在 问题就是说他谈什么事情 所以这是他的企业并不是一个地方型的或区域型的 然后不要小看蔡英这个郭台铭的事业版图是全球化的 全球化是 对你苹果的手机一年两亿支手机 那有多少我想非常大的数目都掌握郭台铭的企业手上 我们刚才讲到说郑州厂我进一步请教欠解 因为这个鸿海旗下富士康郑州厂 看到他们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在8号表示说 因为经过了56天的闭环管理之后 正式宣布解闭环 那路透就报道说郑州厂在过去一个月 经历了好几千人离职之后 他们一直在努力的增加人力 预估在12月底到1月初就会全面的恢复生产 那鸿海在先前表示说 11月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1.4%到5510.9亿 那前11个月的营收是累计5.99兆元 年增是11.6% 您看这个大陆在 就是从郑州厂挺过疫情 然后前11个月的这样的疫情 数字上面是有增加 从这个数字上面来看的话 在大陆台商的经营现况 我们怎么观察 我们稍微再讲一下这个鸿海 因为它现在预期说12月的时候 它可以回到原来的 加动率的60% 那补回来的员工 也会是在原来的40%到50% 那么这件事情就对iPhone 16 Pro很重要了 刚刚大家特别讲到了苹果 在整个的苹果的最大的产能 当然就是郑州厂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它在大陆的台商有少数是像富士康一样 它有规模的优势 那么它有极大的规模优势 所以它也碰到了极大的冲击 更多的台商呢 他们目前大部分都还是外销的 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制造以后外销的 而中国大陆在疫情的这几年中间呢 外销的订单受到的影响其实是最小的 所以台商的运营就是它的营收的部分 订单的部分影响并不是很大 甚至呢前段日子就算是供应链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些的成本就转嫁到了最后的终端买主 在美国要调降关税的时候 成本也是转到终端买主 所以台商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整个的运作发生困难 倒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人事的运作 那个所有的供应链的运作发生了很多的困难 那这就是疫情后 它需要重新去整理跟调整的 那么我认为在大陆只有很少的 就是台商很少的是在大型的服务业 那大型的服务业其实受到的冲击很大 我说的是那个有几千家门店 或者是有那种超级店的那些 连锁店的 或者是像以前在那种大轮发这种非常大的那种店 他们受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企业家是很聪明的 他们知道说在这种零售跟面对面的东西 事实上它要恢复是很慢 就是开放也会有一个局部性 所以他们离场的人比较多 但是还有很多没办法离场的 那就真的是在最后受挤压 因此我们刚刚有讲过 中国大陆的经济恢复 它最后那个消费能力要恢复 恐怕不是那个自然的 由什么生产工资就解决的 它消费能力的恢复 就是小人物的消费能力的恢复 政府得要帮点忙 因为大陆那个体制 政府帮大企业的忙比较容易 他帮一般人的忙 通常以前就是补贴什么 你的什么五保一金 你的什么房租 可是现在是需要把钱放在人的口袋里 这个大陆如果政府不帮点忙的话 小人物还是很困难的 其实有人建议发消费券 可是他的量能 就是说你要发多少钱才够 政府要带头做 人民的信心才会恢复 金哥我请教一个问题 美国公布他们最近公布一个 总价90亿美元的 联合作战云端能力的合约 看到像Google Amazon 微软甲骨文 这四家业者是共同取得 但相关的硬体制造 是台厂来操刀 这件事情比如看到 鸿海通吃其中三家的订单 是最大赢家 因为刚刚讲到鸿海 所以我请教你的是说 美国军工产业的大单 台厂也受惠了原因 还有台厂怎么耀身成为 美国这个军工概念股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 就是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我们不光是要干服务 也要干货 因为有很多时候 因为你具有这个技术 你怀必齐 所以可能会变成 列入所谓的出口管制的对象 所以你变成军工概念股的时候 虽然能够承接 与关政府的商业 但是因为你的技术产能 到达某一个城市之后 你会被列入 被管制的对象 加上美国积极地去筹筑所谓的 这个民主供应链 又是晶片的几墙 所以你今天这个只要沾了这个 将来这个很可能 因为我们可以眼睁睁看到 在美国的政治的运 这个就是说操作之下 硬是把这个台积电抓到阿里兆纳 那你今天这些 会不会将来一个一个被抓走 这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 困境也是一忧 而且到时候 你明明原来可以跟中国大陆去做生意 到时候美国就来干涉 你因为你做了这个 承接了这些军工的这个合约 所以你就不可以去卖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环宇全世界订阅已经突破50万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动动手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关心全世界